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13日,这是今天晚上,录制的一个读报点评节目,来看看新华社,还有海外网站发的一些消息。 一个是丁薛祥,丁薛祥现在心情非常好,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习近平的这些爹小二们,丁薛祥是排前几名,非常活跃,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没露面,后来海外有的自媒体猜测说丁薛祥出事了,现在看来好像不像,由此推断应当是生病了。 丁薛祥出席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致辞,现在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非常着急啊,就想尽快地刺激经济啊,那么就是品牌,中国的品牌应该讲还是有些品牌是不错的,在这里鼓吹啊,造势,活动在上海举办啊,那丁薛祥回去,回到大上海, 还去参加这活动公司兼顾了啊,因为他在上海呢,肯定是他的朋友最多,也比较有感情,回去之后风光风光啊,原先项羽一步都讲了,说一个人要是发达当官的啊,如果不回家乡走一走,就等于穿漂亮的衣服在夜间走路。 说是啊,这丁薛祥,这回回到上海,以这个政局的这个常委啊,国务副总理的名义啊,参加中国品牌活动致辞,你看这个有照片有文字啊,这场面够宏大的。 丁薛祥在这讲这个品牌啊,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这就等于也承认了以前在西平领导下干了十年,是低质量发展,现在还要继续干,厚着脸皮啊,要高质量发展。 这个现在最可悲的什么,就这个办法,可以这样讲,最低能啊,把中国搞到经典的程度,但是还要继续延续下去,千方百计量,要把经济抓起来,现在看来很难,这次搞这个活动应该讲还有点具体内容,其中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三点啊,客户品牌增长,推动完善品牌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标准,二是什么呢? 加强品牌经验交流,三是促进品牌全球共享啊,中国确实有些品牌非常好的,你到这华人超市去看一看,有些东西确实是很难替代啊,你比如说龙口的粉丝啊,这个王志和的豆腐乳,这个重庆的榨菜啊,这个等等等等啊,各地都有些高招啊,应该讲这品牌这个方面还是能做一些事啊,问题是什么呢? 就在习近平这个瞎折腾下啊,这么讲啊,这个经济没得好啊,如果他下去了,换人可以,或许有点发展,在他手里啊,就这么瞎折腾每天啊 这个丁薛强回来以后,我估计到上海了,肯定是,或许还有一种就是目的啊,就是协调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现在大上海是交给陈吉宁了啊,陈吉宁你不能说是西家军了,对吧? 这个,这样讲吧,也不是很界限,很明确的分出什么,呃,江派什么这个,是西派什么派的啊,这个中共这个统治这样讲嘛,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既有矛盾又互相利用的这个关系啊,非常复杂啊。 总之吧,都是失利耶,习近平假如真相再过一段时间,假如不定什么时候倒台的话,那这些人可能立刻就翻脸了啊,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只有利益,他们的关系都很复杂,不过他回到大上海,的确是这么讲嘛,或许反正也是,呃,借这个机会啊,呃,了解了解陈吉宁在那些情况啊,因为习近平现在最担心就是什么,别人,其实是,呃, 不服自己,不忠诚啊,甚至和他抗衡,或者搞两面派等等,这是他最担心的啊,所以他这次的活动又不完全就是一个经济活动啊,借这个机会也是调研,了解了解,一些动向,呃,主,主办这次活动的,你看是好多部门啊,发改委,总学院部啊,工业信息化部,农村部,商务部,国自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上海人民政府,你不管是多这个部门, 反正这些部门现在,至少从表面上都在听习近平的,但心里,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敏感在习近平统治家,给中国搞到近的这个程度,别于是什么,对不对,只是他军队支持的,别人反正也就是没有办法,习近平也无法分辨随此真心的,随此假的,呃,相比较来讲,还是比较重用,重用信任这个,呃,这个,呃, 丁薛祥了,啊,那么这个,出来,丁薛祥这几天,活动挺挺频繁的,这个等于说是对外界的这个,呦传的啊,就流传的,他出事了,也是一个,呈亲,啊,这是一个,一个消息,呃, 刚才看的是海外的万维网 留片文章 讲到一尊四叉河北 几个细节制的留意 其中他就讲到了 李强再度卸身 也就12号 搞的一个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座台会的时候 引力罕见缺席 交了书面发言 他比我讲的更细致一下 他说呢 北京市委书引力 则只是提交了书面发言 一天前引力还出现官方活动 这次缺席如此重要会原因不明 他只讲了这么一句 我认为很可能还是身体问题 像他们现在都交得很 包括丁协祥 还有引力这些高级领导干部 苍蝇蹬立腿都要住院治疗 是不是 何况任何人都是五股杂粮 都会生病 疫情也挺严重 我认为还是病情 不会是其他什么事 因为他这个人据我观察 做事还是挺认真做的 你看你打开看北京 这个网站 还有这个书记市长信箱 几乎每一条都恢复 这和当年在四川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自己就肯定过他 我们必放平心态 也不是以外就是 逢共必反 看他做什么事 是不是我觉得引力还是比较能干的 那么看这个样子 恐怕和这个丁协祥差不多 应该是是不是 这个养人新冠了 还是其他疾病 这也说不定 就很难讲了 这是一条消息 也就引力的出境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更重要的消息 就是关于中共这个大折腾 什么退临还耕 还是退路还耕 我看到很多评论 但是这样讲吧 王丹发表了一些文章 我觉得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 他说中国政府启动部署 23年全国农村综合行政执法 稳粮保供专项行动 也就是各地推行的退离还耕 曾经在退耕还林政策市场下 种植的大批树木 一夜间都被清理了 原先林地变成耕地 比如成都将耗尽数百亿元建成的 环城绿化带产平了 计划三年内 如同一片区域 同一片区域打造十万亩农田 这就使人们想起了丁薛祥了 据说丁薛祥的女朋友 情妇就是在这里当市委书记 据说不太清楚 这还是假 肯定了他当地这么大的动作 这么敢干 一定是上面有上方保洁 否则不可能这样 你想他以前建环城绿化带那些官员 还建在哪 即使退休了 如果你真的搞动作大 他们也会写举报信 是不是 这肯定是有来头的 上面不发话 他绝对不敢这么干 这可不是小事 那么说不定那个市委书记 市委女性 真的是丁克丁薛祥之间关系够铁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 看各地农馆经常不顾农民的意愿 将农村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 作物产品了 因为以前不多种经营 什么都可以建 什么都可以种 都种草药很赚钱 再就是什么烟业等等 他这里也讲了 是列入4月23号广西南宁 警察和农馆队 现在不有农馆队了吗 习近平搞的农馆队 目的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控制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战争 战争机上来临 他防止带路党 怕农民造反 这篇文章讲说 此外各地还有许多种竹子的 果树的花卉的都产品了 农民造成巨大损失 确实就没有办法 草民草民嘛 因为中国这个土地 他没有彻底分给老百姓 没有私有化 他就叫呼闻时代要流转 其实就是还是国家的 只是给你一个使用权 承包啊 说共产党留了一手啊 他本身这个党 他就是就共有之党 共有之就是党有 他可以保持随时收回 收回这个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他说这篇文章讲 他说此次行动 源自年初中央发布的文件 今年1月2月13号 中央发一号文件 强调抓紧重粮和重要农产品 文产保供 守住18亿亩产地的红线 说有观察人士认为 近几年爆发的疫情 和俄乌战争 强烈冲击着 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店 说在这个背景下 粮食安全再度成为了 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 并且近年来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不断恶化 大范围实行 这个退离还耕 可能是为了 将来潜在的粮还 做准备 我认为他这个甲子对的 就战争纪念来临 习近平知道 这样继续做下去 肯定是和美国要发生冲突 即使不是热战 也是冷战 尤其在台海这个问题上 随时就可能 擦枪中火就开打 到那天 粮食问题是送中之中 习近平心里非常明白 习近平也不可能誓言 改变国策先 给美国磕头 或者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一改革他就下台了 下台就清算他了 他的家族他本身腐败是非常厉害的 不光是在福建浙江 就现在家族也同样是很 享受很多特权 所以他不可能是富软 他只能这样走到底了 但是这张王丹讲 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 王丹表示怀疑 他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 比外界想象的严重 中国出现的新的粮荒 是完全有可能的 原因之一是扩大 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粮食问题 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 这不是农业问题 是政治问题 就是粮业还有分配的问题 的确是这样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家 诺贝尔奖的得主 叫阿玛提亚森 对饥饿的研究 说近代社会发生 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 食品短缺 重要的原因是 食品分配机制 就分得不共 即人们正当权力 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 尽管有很多的饥荒 确实发生在 粮食产量下降以后 但有些饥荒 却发生在 粮食产量的高峰期间 他就讲到 74年的蒙加拉粮荒 74年蒙加拉粮产量 比上年增长13% 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 但当地农民 因为之前的洪水灾害 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获得就业机会 从而通过交易 获得粮食的机会 大大降低了 看来真正的问题 并非粮食供应 似乎充足 而在于人们获得 食物的渠道似乎畅通 他举了一个老外的例子 说当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 得不到保障时 粮食再丰收也无济于事 其实在中国这方面 就例子更多了 对不对 说深进进一步的 得出结论 在现代历史上 有独立反对党和 自由媒体的民主国家 从来没发生过粮荒 而发生粮荒的地方 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这个确实 一般加拿大这个体制 它都向弱势群体倾斜 是不是啊 那不可能没有人吃不上饭 你要只要是你倾心的努力 吃不上饭也不要紧 你今天条件差点也不要紧 政府会给你优惠政策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经常去多大那个民企学院 我在那做完的访问学者 好几年了 现在还是那学院访问学者 但是我去的少了 去那个食堂里 有一个就是残疾人 他常年就在那做这个 做事情 其实就做小事情 就是端端盘子 什么清洁洁卫生 天天扎个白围裙 你看他就属于那种有些残疾的 但是收入非常稳定 从来没看过换过 那这都十多年了 是吧 这就证明什么 他那是我估计都是优惠政策安排的 是吧 就给他们一个 给他一个 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同样的这种情况 大量存在在加拿大 你看到处都是残疾人的车位 什么的 在哪个方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很不公平 各方面分配资源 都是靠权力和权力 依照在权力上的物质利益 那么王楠最后他讲到了 最后一段讲到了 这个中国存在饥荒风险的原因 此二 他说行政干预 产生一定没有好结果 美国政治学家 他说 斯科特在他的名作 国家的视角当中 用德国 苏联 巴西 塔三尼亚等国的 失败案例雄变地说明 国家自然而下的计划项目 只会带着灾难 最明显的就是1933年的 乌克兰大饥荒 和59年61年 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 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 都是共产党当局用行政手段 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 而且在饥荒爆发后 继续用强力阻止农民自救 就强制争粮 阻止农民逃荒等等 这一点本身是多少有点记忆 因为我55年出生 大饥荒的我是很小 但是还是有一些记忆的 就怎么记忆呢 邻居家有一家他是局长 他家是局长 他就吃的 他就有东西吃 老百姓不行啊 那时候我们看人家能吃上饭 那就是小也不懂事啊 那眼睛就用我妈妈讲 我们的眼都挖蓝挖蓝 就看人家 就小孩同样一样年龄啊 人家有饭吃 当时也不是吃太好啊 你的年代都是那样 后来改革开放了呢 就更分出三六九等了 主要在中国就当官 你只要当官的 还什么都有 不当官手里有点权利也行 比如说你是仓库保管员 你是采买 采买员也行 反正你是进水楼台 先得月吧 在中国就这样 在加拿大 在美国这边 还是基本上是比较公平 靠法治啊 这个王丹在文章最后讲 他说从退林还耕的 简单思维可以看出 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而毛时代各种灾难呢 就是罔顾经济规律 和基本人性 行政胡乱干预的结果 这种成就思维 将大大限制中共面临 面对危机的选项 这他这篇文章节目很简短 很简要 你看 你从眼下看就可以 就得失结论了 习近平基本是个懒人 没有什么新的办法 性格又特别的倔强 就是一种那种 动不动就反制 就很简单的思维 就比较粗暴那种办法 任何事情都是这种处理的 所以导致今天这个情况 我估计他可能因为他作为最高领导人 从他那边获得的信息是海量的 肯定他知道了 有可能梁黄就要出现 所以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轻盘行动了 一直到现在 又是城管了 搞了很多名堂 我认为他可能做好的准备了 另外他把这东西忽悠着紧张一点 也有力控制农民 让你什么吃不上饭 让你们有过去吃饱了肚子 研究民主自由 来挑战他的权利 转向什么呢 忽略或者无力挑战他 而转向什么呢 填饱你的肚子 让你们吃饱饭 用他的话讲 就是我就是让你们吃饱饭 你们穷得色 还想和我争权 因为他认为他就是黄帝 这种人都是这样 你想过去这些 以前咱们用个词 就是高干子弟 不都是什么 高高在上 觉得他们天生就是天子教子 他们就应该吃饱喝足的 这个花天酒地 是吧 老百姓老百姓吃饱度就不错了 不行不行我饿你 他为什么给有些人关到监狱了 就监狱就饿你了 这个我都体会到啊 咱怕床院干一天劳动 晚上回来 哎呀 你不知道喝那碗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面 这个就是这个 白粥 白米粥 那个粥都是卫生库的粥啊 架线 那个减的 那个说心里话 他们的囚徒们开玩笑讲说 脱裤进去 扎个猫都捞不着几个 几个 几个米啊 但也在等啊 要不晚上睡不着 就要饿了啊 等那一大碗 就是那个 清汤刮水的 那么几个 泪米粒啊 我都记忆忧心的 这些几天的事 是吧 我都讲什么 就共产党啊 这种可恶 就这个政权的残暴 它就是这样啊 罔顾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幸福 它现在这样下折腾 有这个一方面 有粮荒即将来临的担忧 同此有它统治术 本人认为啊 这是一篇文章 那么我们再来看 另一篇文章啊 现在今天的文章 好的文章不少啊 也就是呢 这个 人民现在非常关心啊 这个俄乌局势 也关心这个国际局势啊 那么今天看到 就是自由家电台 发表的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讲到美国 美国航母将再度啊 不要靠在日本 长期佐世保 也就是美国的军舰啊 美国的航空母舰啊 就是13号的报道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 尼米斯号 正计划5月19号起啊 不要靠日本长期限 这个佐治保市的美国海军 佐治保基地速日 这将是美国航母纪 2014年8月后呢 再度 不靠佐治保 他为什么要停在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严峻的时刻 他知道习近平是很现实的人啊 你不给他 硬的功夫啊 给他瞧 他不会害怕 习近平只讲实力 他整别人是靠实力 别人整他也在靠这个 所以他为什么上一次 在联合国当中突然间投票 有一个投赞成票 那就是因为美国把核武器放在家门口了 对不对 放在南韩了 他也看完了 只好打了头 这种人都是这样啊 不到最后关头啊 不见棺材 不落泪啊 这也是一样 你看美国的动作很大的 就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的 不止一名相关人 投入这个消息 尼米斯号 率领美国第一 十一航母 打击群 人那个航母一出来以后 又是护一件 又是补给一件 一大群 中共的航母一出来 形态影致 是吧 你完全就是个表演间啊 就是 将来打起仗了 就在浮在水面 打棺材板了 真的 人一轰就完事了 你等着看吧 美国这个航母 那是具有战斗力的 这还有 还别着急 还有英国的 是吧 更厉害 你看 十一航母打击群 将在日本 进行交业典礼 这个因此 尼米斯号配合靠港 尼米斯号 二年十一月 从美国华盛顿州 布雷默顿港出发 在美国海军部署 神代船线 横须赫基地的 里根航母 定期维修之际 进入美国 海军第七舰队的管辖区域 接手监视活动 和持续于各国海军联合训练 这个他就是给习近平的颜色敲敲 给中共颜色敲敲 否则他不老实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当然了 这些在水上漂泊的这些海军的官兵们 你得修正修正 下去找个小酒班 喝点小酒 跳跳舞唱唱歌 美国的大兵都是很浪漫的 舒缓舒缓心理的压力 日本今年担任七大工业集团 轮值主席国 5月19号在广岛举办的G7峰会 这是一条非常纵热动向消息 这些消息这么讲非常给力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欧盟现在习近平想派这个青杠到欧洲去忽悠 想这个进行一个就是外交方面的一个突破 他也知道如果和美国现在翻脸了 如果欧洲都是站在美国这边够他喝一湖的 所以他还开始拉拢 拉拢也没有用 今天看到这个美国私营有篇文章 提出欧盟希望重新矫正对中国的立场 就讲这件事情 他说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表示 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周五12号 同意有必要重新矫正欧洲对中国的立场了 以前都是中国是世界大工厂 生产东西都买中国的 现在人家开始调整调整了 减少依赖关系 并劝诱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就是意思他要促使中共在表态 选边战 中共现在模糊政策 其实不是模糊 我心里他是倾向俄罗斯 只不过他不敢制白 制白他把美国制裁的 和他发生军事中途 他不是打不过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这篇文章讲说 布鲁塞尔的这个敦促欧盟的27个国家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方面达成共识 因为一个更强势的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影响力了 就习近平太牛了 牛的这个得罪了这个左立右舍 是吧 树敌很多呀 那么欧洲这个国家是这样 都是小国是吧 如果不团结起来根本斗不过这个旁人打路吧 所以在瑞典主办一次会议上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叫伯雷利 向欧盟国家外长们提交了一份文本文件 概述界定 重新矫正我们对中国立场的必要性 就是为什么要矫正 他提了一些建议 考虑到中国最近的国内变化 以及外交政策的轨迹 他们同意矫正 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战略机械 就这个基调变的伯雷利讲的 伯雷利说呢 欧盟坚持其现有的中国的愿景 及中共 中国同时是合作伙伴 竞争者和对手 因为现在还没开打呢 对不对 希望开打方向发展 就双方拉出打架的这个石头 拉出架子的 就要拿忍是吧 拳头挥起来 但还没打 所以只能这样讲啊 他强调面对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和经济体系 欧盟寻求 寻求啊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与此同时呢 与北京接触了 这很重要 就尽量不要打 对不对 协调协调 但是呢 要做好 那就是互相之间呢 开战的准备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早晚都是友谊战 因为价值观不一样 经济体系也不一样了 不要依赖它了 不要把你的经济的希望依赖放在这个对手的身上 是吧 自己玩自己的 以后这个世界肯定就不会全球化了 一定是两个方法对 自由世界和威权世界 而且角力到一定程度肯定是在开干啊 终有一战 谁要输了 谁就顺从别人吧 对不对 这篇文章讲 他说调整后的政策 并非旨在使欧洲与中国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 而是平衡的关系 这都是外交磁力 什么平衡 在我看来 它就是往这方向开始变 因为以前呢 互补性太强了 有些脚都拔出来 带出泥来 对不对 有些利益在那放 要不来不及 你现在要打的话 那有些钱就扣了怎么办 是吧 都得拿出来 就像那个俄罗斯这一次 为什么瑞典 瑞士 瑞士 这个银行 是吧 就要扣他70多亿 他来不及了 是吧 所以这个都是 这都是和以前的这个 全球化有关系的 这篇文章讲 争论点中最紧迫的问题是 中国拒绝谴责 其亲密盟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向莫斯科施亚 以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 他不可能公开 在这个和俄罗斯翻脸 然后翻脸 他以前和普京见了很多次了 做了一些承诺 普京在翻脸对他也不利 是吧 在一个历史上来讲 工厂国际 也有很多黑幕 都在他手里掌握着 对不对 说伯瑞利承认了 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持续的乌克兰冲突中 因中国的立场而紧张 这篇文章讲 他说伯瑞利说 如果中国不推动俄罗斯 从乌克兰撤军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要无法正常发展 这个等于说 习近平派 侵然去要求恢复关系 改善改善 服软 但是欧洲答应了 说你必须有先决条件 对不对 你的表态 我表态是很难恢复正常 就这个意思 说伯瑞利提议 限制向八家 涉嫌向俄罗斯输送 敏感技术 中国公司的出口 这个提议激怒了北京了 可能也包括芯片 在本周的欧洲执行 当中外长青纲警告 如果欧盟 执意着遇 实施任何制裁 北京要这样采取必要措施 其实他没什么措施吧 他只有开战 他有什么措施 是不是 都很孤立 俄罗斯马上就要战败了 已经 现在已经今天海外媒体有很多文章了 我刚才选了一篇文章 过一会给大家介绍 这篇文章写来是挺好的 就关于俄乌局势 就是手术到三连级 美英导弹突袭 命中俄后勤基地 过一会给大家读一读 那么现在还没讲完 但是在上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现在是马克龙撕开了欧洲的裂痕 现在唯一导向中共的也是表面上导向中共的就是马克龙 为什么怎么看出来呢 他在中国拿了大订单 空客 拿完了以后 他马上有些议员就到台湾去忽悠去 是吧 那些议员有的是 其实他喝的关于都够铁 就很复杂 两边讨好啊 为了利益最大化 就马克龙这个人是很精明啊 他称欧洲不应自动侵循美国的台湾政策 而应避免不随我们的危机 这引起了其他一些欧盟激烈的批评 国家的批评 这些盟国将美国四位对抗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者 这一次俄罗斯区别乌克兰 如果没有美国这里牵头当老大 这里有个主事公道的话 这车就携菜就完蛋了 是不是啊 随着看得清楚 法刑社报道说呢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叫亚布隆基格 隆斯基周五表示呢 任何违反国际法或者是安全恶化的企图 都要给果断的回击啊 亚布隆斯基还强调呢 欧盟不依赖中国很重要 并将赐予欧洲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他们欧洲有很多国家过去 长期以来不就靠俄罗斯的能源吗 这个他的脚拔不出来 这是一句的确是很大的事啊 他说我们不应该在未来依赖任何国家 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成为合作伙伴 而不是客户 亚布隆基告诉记者们 立陶宛外交部长啊 这个兰茨贝尼斯同意这一观点 立陶宛态度是最简进的 是不是 他说我们不能犯俄罗斯打交道 说犯的臭 同时补充讲啊 应该更加慎慎的啊 谨慎的对面中国 因为他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啊 早晚都有冲突啊 他说与此同时 杰克共和国的彼得帕威尔 周五接受路透的采访 也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表示了关切啊 他强调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啊 民主国家必须保持团结 因为团结 不团结不行啊 中国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啊 太有钱了 西平宇 再加上他的集权统治 他一句话就可以 这个动员能力特别强啊 不像民主政治讨论来讨论去的 帕威尔说呢 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上的表现 让我们对中国有了清醒的了解啊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并不像他试图标榜那样 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了 其实他现在具有破坏性了 在整个世界啊 他把整个二战结束之后形成这个国际秩序 给他一下打乱了啊 他说我们看到他的战略目标 与我们的并不兼容啊 中国社会建立的价值观基础 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是我们的价值观啊 只要共产党存在 他不可能接受西方这一套 要接受西方之后他就垮台了 垮掉了啊 如果我们在中国问题要保持平衡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团结行动 不仅是以欧盟和欧洲 而且尽可能与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团结啊 这篇文章今天 美国之音这篇文章非常的重要啊 他说呢 显然中国乐于进行任何双边的会晤 抓住任何机会分裂欧洲国家 或将欧洲与美国分裂 有两个分裂 一个分裂欧洲国家挑补 你们之间互相斗是吧 第二次挑补你们就从美国领导下振脱出来 要没有美国的主宰 这个世界就整个就烂套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们这种团结 才能与中国的问题 中国问题才能成功啊 说另一方面在访问立陶宛 邻国挪威的时候 秦刚呼吁欧洲和中国共同反对新冷战 他是用这个说辞 反对新 他也不想冷战 那么秦刚讲 新冷战只会带来更大灾难 严重去损害 中欧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周五在斯德格尔摩举行的外长会议 无意达成任何具体结论 关于中国的辩论 将在六月的领导峰会上继续进行 现在没彻底翻脸 你还能达成共识 共识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六月份的领导峰会上 还是一样 说欧盟部长们将在周六 与亚太地区同行举行会议 跟进有关中国事务的讨论 反正不管什么会 都要研究中国问题 都要警惕中共 法新社的报道提到 随着会议议题 此外像安全问题 包括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北京将再次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你看 现在是吧 成大象了 也就是在场的人 随不想谈 却避不开的重要事情 美国资讯最后说 一位欧洲高级官 法新社表示 这次会议 首先是关于建立伙伴关系 等到下一个节目 今天过了半个小时了 给大家再讲讲 刚才看到的 关于俄欧局势的最新消息 其实老外的媒体 每天都在报道 台湾电视台也报道了好多 现在进展是很艰难 但是乌克兰给我感觉 现在已经是基本上 站着上风了 好 谢谢 再见